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即将到来 彰化县政府为感谢老师们的用心付出 14日在天委国中活动中心举行庆祝教师节表扬资深纪优良教育人员大会 县长王惠美颁奖表扬教育人员 并预祝所有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有好的教育才会有好的国力 所以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适性养财多元学习 让他们能够从教育这边来做相关的一个翻转 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老师校长大家的用心 我最喜欢孩子可以跟着老师认真的学习 那老师一定要扮演好陪伴者引导者的角色 最重要的我要感谢家长的热情参与 因为有家长的热情参与孩子的学习可以得到最好的成效 因为我从事特教所以我是看见孩子的亮点发挥他们的潜能 然后每天该做的事情每天做天天做就不简单 表扬大会共表扬787位教育人员 包含两名师奪奖及一名教育奉献奖得住 王县长感谢教师及教育相关人员的用心付出 以及学校护理人员在工作岗位上奉献心力 全力守护学校师生健康 让学生在校园能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公益频道张华允田伟采访报导